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为什么买这款车呢 女生买了就是喜欢 没其他原因 不是相同级别的 还有一些什么mini 还有smart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她女孩子买车 可能跟男孩子不一样 她就看上就是喜欢这个 她不会去比较什么性能啊 其他的她不用比较 就喜欢这个东西 你开过这款车没有 开过 开过 新车的时候开过几个月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 她这个排量 我们买的是1.2T的 我觉得加速这些还很不错 因为可能车比较轻的原因 加速要操控比大车好多了 五年下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大问题基本上没有 就今天过来就是一个ABS报警 其他的没大问题 什么原因呢 她说传感器出问题吧 就这种 比如说你自己和你老婆开的时候 感觉她比如说有好的地方 有哪几点呢 有没有 好的嘛 就是比较小巧 然后操控比较好 就这种 空间油耗怎么样 油耗很低 相对于其他车来说 可能 它加个两三百块钱 能跑一周多吧 两半车型的话 应该说空间够不够用啊 空间够够够 完全够 我们平时还有两个小孩 就坐后面都没问题 那如果是给你的爱车 甲壳虫打分的话 一百分你会打多少分呢 75吧 你说操控比较好 但是其他的舒适度这些 就感觉没有那么好 而且可能我给它分比较低的原因是 我不适合 不太适合开这个车 是这样的 你现在开什么车呢 打中舒腾 什么时候买的呀 打开是12年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款车型呢 觉得新价比较稳好 当时试车过后 感觉动力啊那种还可以嘛 还行 就觉得品价也还可以 当时你打中的车嘛 当时你选择其他品牌没有 其他可能还是 比如说可能还是福特那种 因为福特做是空间有点小 因为我们有家庭啊 有小孩那种 都没有选择像福克斯那种 因为当时有练的福克斯也很好 我们当时选择的是那一块 有一个空间比较大 然后感觉实际的效果也比较好 从中的来说 我觉得动力还是可以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感觉不太满意的地方 它那个舒特就断轴的那种问题嘛 很多时候我们回厂 去抓个步的里 它是普遍存在的 就倒回过去的 再找回过一次 就加了个步点 设施点出来 还有没有比如说在行驶过程当中 驾驶过程当中的一些缺点 有个人一个问题 比如说 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 比如说在那种漆腹路短 比较多的那种 它会在车里会发现那种 摇晃的声音 都像那种床在摇晃的那种声音 咯吱咯吱咯吱的那种 咯吱咯吱那种 很消声很消声 但是它不会是长期出现 好 我们只是说 还担心是不是有安全的东西 好 也都谁谁去看过了 谁谁说功能性能上 安全上没问题的 如果给爱舌平分 100分你会打多少分 75分嘛 总会有一些小毛病嘛 也不能100%的完美 但是它也能够满足我的日常所需 要不安全保障 也没出个大的问题 这款车什么时候买的 201的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款车型 自己爱好那款 买车的时候比较过其他车型没有 没太比较 它的优点有哪些呢 开车提示快 车型能比较稳定 开机安全 就是那种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用车型当中 有没有那些你不太满意的地方 不太满意就是那个 这个玻璃的升降开关 暗流不好 捞坏 为什么呢 去CC店问过没有 我在原车的车 来自爆器的时间还给我换过的 换过的 他说他们是那种设计的缺陷 是设计缺陷 像这个车价值多少呢 当时提车的车是119万 办过过后 管不了多久又坏的 他说是他们那款车的一个通病 它那个升降按键换的话 大概多少钱呢 4个升降器应该要几千块钱 如果你给爱车打分 100分你会打多少分 就是10分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卢浮 华鞋 什么时候买的呀 19年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款车呢 每个男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款车 它叫卢浮 喜欢卢浮越野性能 硬汉的感觉 这款车那个当时买的时候 大了多少钱 147万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丰田 当时觉得那款车看起来是比较 在我心目当中觉得那款车比较好 比较硬了 那么11年开过来 这个车你觉得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其他都还可以 别说呢 不管是因为它的减证 减证性能 就是比较好 空间呢 空间比较大 还有呢 开起来的时候 舒适性能比较好 有没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的油耗有点高嘛 大概多少啊 城市里面基本上要投20几个油 哇 这么高的油耗啊 它是多大排量的呀 5.7 它的这个养护成本高不高 养护成本也不算高 除了拿来跑了那么多年 除了换个机油 其他也没得拿来 有毛病啊 那么网上经常流传这么一句话 开不坏的丰田 修不好的露骨 你怎么认为 我不那么认为 但是我还是觉得露骨菜是比较过瘾 因为我这款菜是那个 硬贵顺进口的 基本上毛病 也没这个什么毛病 除了正常的保养 以外你除了自己 回那个地方去啵啵啵啵 底牌刮一下呀 需要更换配件来 这个是很正常的 要说维修 其余它很多年没有那个地方 都维修了啥呢 不管是从发动机呀 底牌呀 对 如果是给你的爱吃打分100分 你会打多少分 我对这个测试基本达90分以上